谢谢 刚才是 曹云金和刘云天 哥儿俩 俩徒弟 说了对春莲 让他们两个人下去 休息一会儿 他们也休息 今天来了不少人 满了 跑去空座算是满了 有这么算的吗 刚才我一直算着时间 有的路段怕现行 我本来想少说点 不怕 一个一个说 你们要不怕 我就更不怕 好 不许起哄啊 各位都是有身份证的人 原来正查者的 今天来了好几个人 好几千人 有的是一家子来的 有的是带着孩子 有带着太太来的 有人带着别人太太来的 这您都能瞧出来 我看看举手 都谁带别人太太 还真有举手的 破出去了 像亲嫂 谁 我今儿今儿看戏 跟别人看戏 不管带谁来 希望你们快乐 有人说 说千哥千哥都不生气 这哈 这没办 包括拍戏 干嘛 演出 男演员 女演员 接触 很正常 那当然 因为工作 反正这么天天 看他们两口子 有时也因为这 才刚慢嘴的 没有过 嫂子问过 世上没有这不透风的裤子 你老穿着开裆裤 没有不透风的 强 对对对 嫂子也问 怎么回事 那天看这个 照片 你跟女演员一块照相怎么回事 那有什么呢 这 逢场作戏 对 逢场作戏 嫂子乐 你这可连续句啊 我老这样是吗 咱不管嫂子怎么说 千哥没急过 那倒是 没瞪过眼 没捧过脸 没动过手 咱这也叫连香惜玉 没澡堂子 澡堂子干嘛呀 连香惜玉吗 您就去这 不管嫂子怎么说 千哥没急过 那倒是 没瞪过眼 没捧过脸 没动过手 咱这也叫连香惜玉 没澡堂子 澡堂子干嘛呀 连香惜玉嘛 您就去这 漂亮的不下厨房 下厨房的不时尚 时尚的乱花钱 不花钱的没女人味 有女人味看不住 看得住那就没法看了 一点好都没有了 每人都希望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从古至今多少个诗歌都写了这种内容和题材 有不少吗 哎呀 官官居旧在河之州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这是名段 还能叫什么来着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没袜子过后 那一个来推 我有什么乱七八道 有船吗 没有 哥哥没 行 什么呀这是 我记得古诗里写不少这关系 这都不在古诗之列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一段婚姻 您啊 我眼前只有这么一张画 一张特别美满的油画 画什么 天清水地鸟语花香 小溪潺潺 大森林绿油油的 河边飞过几只海鸥 你先等一会 河边有海鸥吗 海边 海边 海边飞过几只河鸥 不叫人画了 飞过几只小鸟去 那倒可以 林小道上 公主和王子两人牵着手 缓缓地走过来 后面跟着一匹白马 还有马 一边吃着草 一边往前溜达着 王子这低声唱着歌 唱的是 我当个柴油工人多么容易 行了 你这还干活去吧 什么 买什么香油 什么柴油干嘛 柴油香油 石油啊 也没有唱个个的 石油王子嘛 好嘛 沙特那边来的那边 对啊 马怎么过来的 马这边买 旁边空主也就唱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花园的花朵真鲜眼 小小的 河南的太阳照的脸上 没有人脸上小海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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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故事写的一样 王子和公主 开始的 没修没造的生活 结局不怎么样 没修没造的生活 这是我的一个幻想 我当年也交过一个女朋友 也交过朋友 她的名字叫爽 好名字 不能说人姓什么 名字叫爽 每当我到他们家找他 站楼底一排 爽啊 爽 你知道小区多数人吞窗 我看我 人家不知道你干嘛呢 在你 这是喊名的吗 她温柔典甲 特别的可爱 在一个寿楼处 做官公小姐 那甭问 您这女朋友 一定是红脸的 配话 什么叫官公小姐 卖房子 官公小姐吗 公官小姐 那叫 差不多 官公小姐 闲着没事的时候 我们两个坐在一起聊天 下围棋 喝茶 还品茶 现在想当年在梦境中一般 是啊 屋里边焚上一楼香 我们俩对面而坐 太讲究了 打开茶叶罐 拿出铁观音 做好了水 用废水冲入 把第一泡倒掉 洗茶的水不能喝 是是 我们从第二泡开着喝 我喝了一泡又一泡 你们俩多骚起 这一泡一泡的 你就没喝过茶水了 我喝过 没喝过那么带味的 你得看色 这多新鲜呢 开始很黄 后来不黄了 是 那是上火了 喝一泡又一泡泡茶 对 我一想着他 我情绪比较激动 对不起 一泡又一泡 别倒这么这个了 哎呀 我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是啊 他也提到这一点 是吗 他默默含情地对我说 你对我太好了 下辈子 当牛坐马 我也要给你打草吃 俩处上说的 那当牛坐马了 还喂人草 我当牛坐马了 就是 还是俩吗 第一个他不是 那段美好的时光 后来过去 我们俩经常吵架 还打呀 吵得很厉害 是吗 他指责我 你冷酷无情 无理取闹 我说你冷酷无情 无理取闹 你说谁冷酷无情 无理取闹 我说你冷酷无情 无理取闹 你才冷酷无情 无理取闹 我才不冷酷 无情无理取闹 要说我冷酷无情无理取闹 可不如你冷酷无情无理取闹 我根本就没有冷酷无情无理取闹 要说你冷酷无情无理取闹 就是你 我才能干了 您是娶了哪个女 说假呢 吵完架之后 我们就分手了 我们就分手了 那是 他给我留了张手勺 不要再找我 我死了 死了 说了断情的话 当时我就傻了 晴天梯雳打 裤衩一生 裤衩一生 裤衩一生干嘛 就人家说压平 裤衩一生 这地方没有走而画印的 知道吗 裤衩一生 裤衩一生也不想画呀 你别找我 谁找的 我这是抒情 您这抒什么情都裤衩一生了 我心爱的这个爽 他竟然死掉了 只有到小区去找他 还找 我流着眼泪 战龙鼻涵 爽死了 爽死了 看的人更多了 我心 不同的阶段吧 这儿 这臭流氓 心里 心里不是资本 施过乱的人都知道 施过乱 施乱了吗 失恋 失恋的人 我心里很难受 我咬定牙关 打这起 再也不找你朋友了 后来好多人劝我 我说你先劝我 我心已死 时光荏苒 岁月穿梭 可能时间是最好的一个要 我开始以为 我永远不会再谈恋爱了 一天一天过去了 第三天我想通了 就沉默三天了 前三天没找上合适 一点没往心里去就感情 在我的小区里边 不易容易抬头 有一女孩冲我招手 打招 放上合适 后来我开始了 人家擦玻璃 您不看手里那毛巾盒 就看手 我突然间觉得 我这春天又来了 我在小区门口等着他 终于看见了 渺渺停停 美艳如霜 好看 我很绅士的走过去 一伸嘴 啪 摔那 哇 绅士还干这事 伸手掺的 别紧张 我不是什么好人 啊 说错 背话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 站起来 扬长而去 没理念 忘了他的背影 我都呆住了 太漂亮了 似这样美貌的家人 世上少见如花 似于貌似天前 宿口满腰 风月可见如花 似于酒压到了中山圈 但想到此处不是潘桃烟 却怎么月里长得理了 光看他好比 台居南山 和交流 我好比成管的戏 什么呀 唱着唱着 这两位又出来了 我下决心 我要追求 我要追求人家 住在一个小区里面 比较方便一点 一出小区门 他买报纸 我也买 真巧 你也买报纸啊 讨近了 没理你 走了 门口公 汽车站 等着 真巧 你也等公车 对门的超市 也碰见了 真巧 你也逛超市 洗手间出来 这洗手 真巧 你也尿手上了 还要真能尿手上 你还追人家吗 你怎么那么 各有人呢 你 央方 我这么套心 不知道 这姑娘站住 你到底要干嘛呀 你说清楚了吧 不是 我在仰恶你 你觉得我哪里不好 我改 姑娘点点头 你觉得我哪好 我改 一点戏都没有 你的恋爱又失败了 心情正沮丧的时候 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介绍 相约在外边见面 天挺冷的了 是吗 木月尽初 西风正近 北雁南非已是深秋 这又冷了 我们两个人坐在公园的大长椅上 我仔细参观了一下 看了 大约有个一米四左右 倒是般配 小脸蛋 紫巴筋的 紫巴 长一脸雀斑 我怀疑是不是给LV带颜的 没听说 带颜也不能画脸上啊 她的长相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想象 是啊 这个妇女实在太好认了 极具后现代风格 准有变形金刚的血统 没听说 愣了很久 她主动打破了僵局 她说 你好 我看看她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把这句想起来 怎么称呼 我网名叫拒绝 我想到这个名字和人有这么大反差 网名叫拒绝 说明她很清高 拒绝 为什么起来这么一个网名 我觉得叫拒绝比较好 怎么呢 加上偏旁不熟 显得比较含蓄 那去掉偏旁不熟呢 聚色 不 真魁梧 别看我 长得胖 我腰细 别看我长得愁 小名叫美丽 姑娘体重多少 二百六 二百六 后来我才知道上当了 怎么呢 乘就到二百六 打到头了 我由衷的犯看 姑娘 你真是条汉子 什么话 有这么夸女的 她乐了 把怀里掏出剃须刀来 哎呦 多慎得很热 那不算什么 前两天我还拍裸照 你呀 穿到网上 什么呀 没想到铁子沉了 好嘛 光屁油都没人看 说话这么 废话 这不就这意思吗 人家是大闺女 没听出来刮骨子 掏出一根烟在这宫里 吐了烟圈 平心耳论 这么多年来 我没见过这么好的烟圈 吐的好 又大又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来看这 来看这 好 分析 吐了满地都是 满饭都勾出来了 哎呀 我一句话都没有 坐着不敢说话 无语了 他也跟这待着 有人走过来 在他脸上画了个圈 写了一个拆字 好嘛 实在没法看了 这人 我觉得他们有点过分 过心心的 我叹了口气 你别往心里去 他很感激 轻轻地倒在我的肩上 哎呦 有位摄影师走过来 拍了一张照片 后来命名为 人鬼情未了 哎呀 我喊他 这个照片传了到国外 萨达姆夸了一句 没力的姑娘 就给勒死了 萨达姆感情这么死的 做了半天 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他问我 饿了吗 吃饭去吧 不 我说不 我胃口不舒服 昨天做梦吃面条 早晨发现鞋带没了 好 他说是做梦 这夜游呢吗 这不是 我不饿了 走吧 一块吃饭吧 还是 拉着我站起来 你们俩手拉着手往前走 有朋友从对面过来 看着我乐 新买的大奥 好嘛 长得跟狗一模样 咬死你 还是狗啊 找一个饭馆 卖不药进去 服务员拦着 先生我们这不让带宠物 你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 对吧 来 进来 对面儿子 很有情调 点了一个老醋花生 点了一个炒红果 我们俩人一人一杯苹果醋 咱吃这个 我都醋了心了 看他看的 吃一会儿 突然间他问我 你得娶我 咱多少结婚啊 咱师傅都傻了 冷汗都下来了 听不到这样子 我说咱别玩笑 我可能不太适合你 没事 我能接受你 你想一想 我要是跟着你 这多代的教育 怎么呢 我说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他说这话我倒理解 我如果娶了他 我就如同是 给红十字会捐款了 如同是翻修了长城了 就如同给当地排油道歉了 这好嘛 做了善事了 我说不 我不下地狱 谁爱下谁下 这好 谁是不干的 他也急了 他一拍桌子 你不娶我 我就在这找个人架了 你啥 饭馆老板过来了 你这不应该 你说这个客人都跑了 都怕娶他何尚 我说你走吧 我不走 你给我清春损失费 这话说的 我这一天你能损失到哪去 你开个价吧 一千块 不够 我真急了 老虎不发猫你当我病胃啊 啊 要死啊 你这 我实在听着不会说话的 你说反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咱划个价吧 这样 他不认同 我一看窗子外边 我说行了 怎么了 咱们听于谦的发 我在那里 外边有余老师的一个塑像 余老师有很多的观众和粉丝 喜欢余老师 给余老师弄了一尊塑像 比真实还大 站在那小区里边 属于背头穿西装 背着手 很有姿势啊 跟观众打招 哦 这样 哎 我说你看见吗 余老师是手了 咱们 五百吧 有吗 我这说的是五百嘛 打招呼了吗 你这骗着呀 你说一千 我给五百 五百 哪个是猪肉都涨价了 我那才五百呢 我说猪肉还能吃呢 你看看你 有利用价值呢 是吧 行行行 明天 明天 明天下午十点 余老师塑像着 咱俩见面 五百五千 给钱 他走了 我觉得不值 那是 哪儿 我六一天狗 八五百五千 是六狗出来了 找一朋友 赶紧 余圈那塑像 夜里去了 手指头敲吊发 给两百 改二百了 哎 安排完了 转天下午十点 塑像比 见面 掏二百万给他 拿走 拿走吧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余老师说给二百 对 知道吗 你抬头看看 我一抬头 没泼泼气 怎么啦 这手是这样的 哈哈 敲的这仨呀 把这仨敲掉了 最好 有多一百 很多坏 六百 余老师说给六百 哎 这俩人真凭我的 我气得啊 那没办法了 给人家吧 给完六百之后 牛头找我那朋友去了 是啊 你真缺德呀 我让你敲掉那 你怎么这么敲的 我多花了 你知道吗 对呀 把声音说才乐了 你认便宜 怎么 我敲成这样 你给八百 干活 我说你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 我来说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 我还是说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 我说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 你那种东西是什么样的